越來越多工廠導入自動化設備輔助生產 在製造現場規律快速移動的機器手臂 往往成為潛在的危險因子 因應工業4.0智慧製造 人機鞋座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 安全則是其中重要的課題 因此機器人的觸覺感官科技 成為各國趨之若鶴的技術 而在台灣卻有一群人早在8年前 判準市場開始研發 撞撞撞 這不是在測試物品的耐撞程度 而是機器人觸覺技術的撞擊測試 這個速度好像還不錯 所以這個也許可以再改一下這邊的速度 然後讓它的動作可以再快一點 機器人觸覺技術 顧名思義就是讓原本冰冷的機器 擁有像人的皮膚一樣的感測能力 那它就可以做到很及時的防護 可以馬上停止下來 不要看機器人這麼小一台 它其實是非常恐怖有力的 像它沒有皮膚的話 你只要擋它都擋不下來 非常的非常的勇猛 高速運轉的機器靠程式操作 人力無法阻擋 隱藏極大風險 因此工研院新創公司 原建經濟的蘇瑞堯博士 開發機器人感測技術 可以為工廠照上一層防護網 而當機器人擁有觸覺能力之後 還能做得不止這些 一條一 立馬改變 一條一 一好像有點慢 有點重 會選一五嗎 0.015 0.02是做粗膠會跑得比較順 傳統的機器人你怎麼推 它都不會動 但以我的皮膚 你可以輕輕鬆鬆的 就讓機器人移動到 你想要它去的地方 手把手教導機器人 並記錄動作軌跡與速度 觸覺感測技術 讓使用者更直覺地操作機具 提升工作效率 未來發展潛力無窮 帶領團隊站在市場前端的 蘇瑞堯博士 看似瘋狂的背後 卻是八年某一件的成果 當年還在工研院研發的它 為了提升人機協同工作能力 找到機械所所長 輔助生指點 也因此走上創業之路 全世界幾乎百分之百的機器人 都沒有皮膚 那也就是說 假設未來的十年後 每一個機器人都會有觸覺的話 那麼誰來提供這個觸覺的技術 當時我就給蘇瑞堯 蘇博士 這樣一個挑戰 在執行這個計畫的時候 大家第一個時間會想到 是讓所謂的聰明的機器人 他可以擁有很聰明的視覺辨識 在沒有觸覺感測器的情況之下 我們沒有辦法說服人家 觸覺可以為機器人帶來什麼 所以我們只好自己把它做出來 為了做出史無前例 可量產的機器皮膚 他與工研院研發團隊 逐步建立從零到有的製程 觸覺感測器上的軟硬體 都是台灣製造 至今依然堅持Made in Taiwan 當初在選擇皮膚的外殼跟材料的時候 我們先從最敏感的開始 但是一旦導入到工業上面應用的時候 其實耐用跟耐狀 才會是業者最考慮的重點 所以我們在這當中調整了 很多種的表面的材料 透過不斷挑戰測試 原件經濟自產自造的感測器 是目前全球唯一可量產的 觸覺皮膚技術 未來渴望解決台灣電子業缺功問題 他們更預估全球將會有超過 10億美元市場的規模 這個趨勢也展現在 2018年自動化產業的盛會中 在2018年至少估計 全球就會賣出全球 25萬台新的機器人 運用到人機協作以及安全性需求的 大概就會有15到20個% 我們保守的估計的話 每年都有超過 至少10億美金以上的 這樣子的需求 市場經濟驅動 機器人觸覺皮膚的需求 用八年絕心磨一件的蘇瑞瑤 成功切入ABB Epson等國際大廠 嘗到甜莓果實 而未來機器人智慧將如何發展 蘇瑞瑤堅信他們能以機器人 感測技術開闖新藍海 成為機器人觸覺技術的 領導品牌